那边 我想要找个人 有谁能帮我吗 谁 谁知道展王 驱罗千驼在哪里吗 我要挑战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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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挺嚣张的 你有什么资格挑战展王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 没错 我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怎么教训你这个黄望之徒 去死吧 挑战展王 就这本事 可恶 我的双头大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居然放过我们 小子 不错 展王行踪飘忽不定 可没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没关系 我自己会找到他的 末子 这小子 真是想去挑战展王 这小子 都想去挑战展王 还有要来挑战的吗 你 根据我干嘛 你往那边 站住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 不能是我吗 说 你为什么跟着我 跟随自己的王 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所以 你是一路跟着我来的 看来 你的进展不太顺利 进地悬崖 你去那里便能找到它 不过 听说那个地方 神秘又危险 你要小心 谢谢 小事而已 一切都会顺利的吧 一切都会顺利的吧 你 走 走 走 谁也别想瞒住我 你都不知道 不是变弯武器 而是掌柱武器 这样万来的攻击 反射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我不会认识的 只要在败都等着 他终究会出现的 愿王行事 神秘诡异 随便靠近 可能会有危险 差不多一年了吧 自从那天起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真怀念我们以前经常 偷偷跑来这里玩呢 世语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怎么弄成这样的 那时候 我本想找王去救你 求神王 一定要解救他 够了 想起这些真令人不快 石宇 你做得很好 可以去死了 王 伤残的阿修罗命运是悲惨的 今早离去 是最好的选择 就由我 亲自赐予你这份慈悲 王 请给我战斗的机会 让我在成人记上 聆取荣耀 请最后 让我按自己的意愿离去 王 王答应了 我也死里逃生存活到了现在 不过阿修罗一向厌恶伤残的同伴 我终于体会到了你之前的感受 尤玉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怎么回事 我被辽姬带到了一艘飞船里 为了离开那里 我必须不断和她战斗 重复死亡 最终 我打败了她 你变强了 真是太好了 你说那颗最亮的星星 会不会就是爹呢 那旁边的那颗 也许就是姐姐 尤玉 这条骨链 是我第一次战斗迎来的战礼品 这么多年 我一直带着它激励自己 现在我想把它送给你 可 这是十余你的荣誉 我怎么能 这些都不重要 经过这么多事情 能再见到你 我便想把它送给你 那就等我们一起 通过成人计回来 我再接受这份礼物吧 苦王的成人计快到了 你有什么打算 从前一直被称赞是天才 我以为自己会成为最出色的阿修罗斗士 可如今 我将会在成人计上领取荣耀 成为最暗淡无光的一颗星星 时宇 不用怕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是吗 觉得自己变强了 想反过来照顾我了 你这样伤害了我的尊严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忘了吗 这是你以前喜欢说的 总弄到你了吧 跟你闹着玩的 谢谢你回来找我 世语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千万不要气馁啊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阿修罗就是太看重战斗了 要解决问题不是只靠战斗 你想到办法了吗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自由地活下去 今晚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吧 好啊 游鱼 谢谢你回来找我 但我想最后再为自己努力一次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再见了 我的朋友 世语呢 世语这么早 去哪儿了 世语会不会来这儿了 你们看到了吗 前面有罪犯被处刑啊 听说他向王提议取消传人计 真是异想天开 妄图改变阿修罗传统 这是挑战王的权威 私有余 这种残疾的孩子 怎么可能活得过成人计 倒是来掌上 也是被人杀死 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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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住手 真正的阿修罗 只会像比自己强的对手挑战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自由地活下去 下一条 回家了 他只想活着 他有什么错 是我必死你的 对吗 不是你的错 我一向认为生命是自由的 没必要为了传统而死 我有过风光的时候 即使最差的日子 也会用自己的办法解决 我不想依靠你的照顾而活 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尤玉 你为什么而哭 是因为失去我这个朋友 还是因为 我走的路没有如你所愿 我 我不知道 尤玉 看到颓妃的食语 是不是感觉和以前的自己一样 你自觉脱胎换骨 可以拯救他照顾他 你想弥补过去的自己 只是希望自己被需要 不行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哭 是因为自己又变得不重要了 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只会更加空虚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你在期待什么 我恨愤怒 我想发泄出来 我不想再压抑自己 你还在等什么 去把你心底的愤怒告诉全世界 让他们流血 吃他们的肉 没错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的愤怒 这不是有余吗 居然还有胆来参加成人计 倒是比诗语那个废物强点 那个废物 没胆量参加 还敢提议取消成人计 被王处死 真是便宜他了 那样的废物 死了也是活该 今天就要取下你的头颅 把上次的账一起算清 这下事情变得好玩了 今年的战士们 水准很高呢 有实力的战士 我会尽早地从战斗中抽选出来 爹是用斗神之眼看出来的吧 我只是要看一眼 便能知道阿修罗的斗魂实力 那个白发的少年呢 这么奇怪 爹 怎么样 我的斗神之眼 竟然看不到任何学习 这孩子的实力都低 一定也无法看穿他的实力 感觉他和以往其他战士不太一样 今天就是孤独一年一度的成人计 在苦王的统治下 所有士灵的战士都已聚集于此 你们将通过阿修罗最严酷的考验 早就不稀奇了 他中途截断过的几个考生 表现平平无奇 但却是大足之子 有些奇怪啊 怕处于戒备状态 是什么让老狐狸感到压力呢 让我看看 注意那个 发病了 那个废物竟敢打断法官的发言 发生了什么 多可怕的刀气 太快了 连我也看不清究竟斩了多少刀 周围的空气都瞬间凝固了 空气太低的斗士 甚至看不到是怎么发生的 好好看着吧 士宇 因这个成人计而死 我要用这里的鲜血为你祈奠